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爱情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彼此心动的那一刻 而是在心动之后我们还能给彼此心安 还能相互陪伴着彼此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 可惜这个世界上说爱你的人很多 但付出行动的人很少 说等你的人很多 但真正有耐心的人很少 有些人总是今天说着爱你 但是只要你不马上回应 明天他就可以去爱别人 或者那些说爱你的人就因为一次争吵 一件小事轻易地就放弃了你 所以有人常常会问我 到底怎样的爱 才算是真正的爱呢 我说 真正的爱 不是挂在嘴边的 而是放在心里的 是任由时间变换 也不会轻易流逝的 真正的爱 是你认定了一个人之后 便收起了一颗爱丸的心 从此无论你遇见多好的人 你都觉得谁也比不上他 现实生活中的爱情 不需要多浪漫 两个人下了班一起回家 吵架了 可以重归于好 能够体贴对方的感受 懂得理解彼此的不易 哪怕日子平淡如水 也一样的幸福满满 我能够想到的 在爱情里面最好的事 就是 我用尽了所有的时间 陪你走完了这一生